不断发酵的周立波事件,似乎正在受着神秘猫捉鬼的引导。 因为意气鬼是神差,莫名其妙的警察拦截为归驾车查获非法协枪协毒案,把周立波与莫虎唐爽某某牵连到一起,引发一场达一年半的法律诉讼。 又由于周立波脱罪开始后回国大暴起中黑幕,又再掀起一场轩然大波,至今一波三折没有停歇。 有意思的是,在出事前周立波就与他们各位都认识。 常爽与周立波是拦截案发过程两个关键当事人。设发后,周立波请莫虎担任代理律师。 周立波太太胡杰与某某在此期间奔走张罗出魔划策。 经过胡杰与微不拒高价聘请律师,四处奔走活动,几经撤换律师,付出巨大代价,最后成功使周立波脱罪开市。 据说周立波夫妇移民申请因此受到影响,无奈打算改变计划,决定回国。 回国以后,周立波高调宣称他是被人陷害的,陷害他的就是本来就相识的莫虎和某某,其中牵扯到同样相识的唐爽。 这个举动有点突兀,想不吸引媒体舆论,关注都难。 在这关键时刻,著名媒体人王志安协其局面采访团队打过时机,及时跟进第一时间,对周立波夫妇进行了长时间采访,让他们畅所预言。 紧接着,又及时赶赴美国采访了其他当事人唐爽某某和莫虎律师。 随着局面,采访视频微博消息的及时发布主导,除了莫虎律师之外,主要当事人的态度基本得到了表达和宣泄。 因为当事人的各自反应与变化,特别是表现在周立波夫妇与唐爽的微博商,各种评论是如潮涌,针锋相对,一波未评一波又起。 应该说,周立波是主动发起挑战的一方,其他人都是被动应战。 采访视频也是这样一种模式。 给人的印象是周立波好像在漫无目的发泄是烹人。 在他嘴里,某某是幕后策划导演,没有也不需要动机,只是要害人。 而他自己的动机,笔者在之前的多篇文章里已经反复分析过,一是要帮胡杰讨还莫虎非法收取的高额律师费,再就是要把鞋枪胁毒的所有责任都推给见不得光的某某,最后让事情不了了之。 在某某现身之前,大体就是如此状况。 但某某现身以后,形势发生了逆转,周立波夫妇立马总结陈词,表示不再发声回应。 一直到8月1日,可以想象没日没夜爬在微博里搜寻的周立波,一如他在当年做一一周立波秀时搜集资料的状态,发现了超级无敌神助攻的出现,沉寂了多日的周立波夫妇,就像打了强心针一样重新振奋起来。 。 形势又开始发生转变,这个微博后来肯定左右了周胡的思路。 。 这个微博,比周立波还清除所有细节。 。 。 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猫捉鬼,从7月14日一开微博,就几乎接连不断连篇累赌,甚至是整天连续不断地发微博,自觉为周立波夫妇站队助阵神助攻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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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王志安业于弱智,对墨虎水平很差,特别对唐爽各种各样的拳法招式全不用伤,不遗余力,给人强烈感觉就像周立波的水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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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猫捉鬼公开承认,他是唐爽MIT十年前的学长,如今的海龟博岛。 以前不玩微博,就是因为看了局面采访视频,非常不爽,特地开了微博,就是要到唐爽,把不专心学术,故弄玄虚,孤名调狱,败坏MIT声誉的唐爽,清除出科研队伍。 这个猫捉鬼从7月14日开始的微博,制作一件事,就是专注评论周立波事件,特别是涉及唐爽的,种种细节,抽丝剥茧,非常熟安美国高校以及法律税制各种细节,有强大杀伤力。 还转发有力度的微博,支持,佐证或者说是推荐给周立波夫妇。 甚至叫周立波怎样分化瓦解废了唐爽的关键证人作用,还公开表示没有周立波的联络方式,否则会助一臂之力,似乎在暗示周立波主动与他联系。 周立波发现这个微博以后,就像拥有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,微博一下子变得斗志高昂夫妻两人,互相助威,后来的聘请四名外籍律师准备应诉默虎,胡杰甚至公然声称,水赶上法庭。 扬言,兵来江挡,水来土莲,大概都是受到了这个猫捉鬼微博的激励,怂恿。 这之后周立波对唐爽连篇累赌的攻击素材,都是拜这位猫捉鬼所赐,提供了充足的军火弹药,把唐爽打得千疮百孔,体无完肤,一败涂地。 也给周立波夫妇采取进一步行动,无疑壮了胆。 但是,也许是极其难改,周立波似乎还是习惯于公开的骂街挑衅。 胡杰看来也只有随生负荷的愤了。 胡杰看来,周立波夫妇记信心大增,好像对猫捉鬼也产生了严重的心理依赖。 看来,周立波夫妇记信心大增,好像对猫捉鬼也产生了严重的心理依赖。 周立波似乎把猫捉鬼当作了力量支援,逻辑的力量轻轻易推,周立波夫妇就非常开心满意。 可怜的唐爽孤苦无缘,只有灵秋复失,记忆相愁。 常爽也发出了无声的呐喊,不就是一个装卖毒品的包吗?找出真主怎么就那么难啊? 天地悠悠,滑稽可笑,人生如戏,毕竟不是儿戏吧。 由于局外旁观者的强力介入战队驻战,一系列颇有分量的微博爆料,使得原本已经迷失方向,斗志已经消退的周立波夫妇,又像打足了气的皮球,弹性十足。 可以说,由于猫捉鬼微博的介入和推波助澜,不断发酵的周立波事件,当事人已经无法左右,正在受着外界力量的引导支配。 至于后市如何发展,周立波夫妇是否会因为经济经历,事件走向和最终后果又打起小算盘,以至于打起退堂股呢? 这位猫捉鬼先生又是否会帮人帮到底宋神宋西天呢?都是问号。